你回来了 我都等你们半天了 菜都凉了 赶紧进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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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 把菜都凉了 快 不对啊 那姑娘是住这屋的呀 你确不确定吧 你看着有点眼熟 但我不确定 小姑娘 你开门啊 好像是楼下的漏水啊 他们冲上来想去警察你们房间 谁知道就跟小秋吵了一架 而且那楼下的男主任好像要动手 还好小秋跑得快 你们先别出去了 免得这风口浪尖的 又跟着起冲突 好像是我的错 我昨天半夜洗衣服来着 我洗到一半我睡着了 然后等我想来的时候满地都是水 我赶紧把洗衣机给关了 我发现下水道给堵了 我痛了半天才痛开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我就承担这个责任了 我觉得 这不应该完全都是你的责任吧 应该说是你们屋的防水没做好 如果势必要追究责任的话 应该也是防冲的责任吧 你只要以后保证用水 稍微小心点就行了 要不这样吧 我出去跟他们说一说 免得一会儿你们都进不了门 您师兄 这怎么好意思 这没什么的 我是个第三方 他们怎么也不会牵入到我头上吧 再说了 毕竟有个大男人在 他稍微也会稍微收点点吧 没事 那经理来了是要开门的啊 早晚是要见面的 大家谁都不要睡觉了 朋友 这是咱也稍微小点的 你看看这都大碗还上来了 再敲吵别的邻居也不好 咱这个责任 如果要追究的话 其实不应该往人小姑娘身上追究 而是找房工 肯定是她的洗手间的防水 也不好 这位就是林师兄 你 你根本说我们是 对 但是你不要骂 看着还不错 逻辑思维挺强的 他在追求你啊 好 特别是 没有啊 他 他没追我 他 他就是要给我拿点土特产 然后我没时间去取 他就顺便给我送过来 顺便给你送土特产 还顺便帮你解决问题 解决了 但是你说你个大老爷们 你何必跟他记性 我不想喊你 我从来没有在 我在这个 这个楼里住了好多年 我从来没有这个样子 他爸老婆呀 好了 那既成这样 咱还是冷静一下 先把事情解决 好呀 就是论 好的呀 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那个 这样 我等一会儿让他开门 出来以后 你发点时间 派人过去检查一下 好 我派人过去 怎么好啊 你这样 小伙伴 你一瞧门让他开门 我们不生气的 保证不生气 我们不会都送他 对 我们保证 好不好 对 我们把事情说好 解决好 大家都够好那样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你 没有 没有 没有事情 没有什么 我们都是很好说的 我觉得这林师兄 情商挺高的 你眼光不错啊 我们没关系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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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你 什么 嗯 你们 我跟容夏的容约数好吗 你让童物人把门打开吧 让无业师傅进去看一看 哦 好 我 喂 尹阳 是我 我们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你现在可以开门了 现在开吗 嗯 现在开门 那你再稍等一会儿 我去再处理一下 嗯 你好 行吧 你跟我进去看一看 那你问题应该不大 就是 你别生气了 以后还是冷冷进去 能把事解决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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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早这样不好了吧 怎么样 我看了一下 没多大事 就是滴露出了点问题 哦 哦 那 那我们能怎么做 配合点什么 这个很简单 待会我拿点水泥 抹一下就行 其实大家都没错 主要是这个房东啊 装修的菜凑操了 是吧 我们一会儿拿个工具 修一下就是 好呢 好了 好了 辛苦你们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姐 你看 你怎么说得这么简单 我们倒是没有什么了 那那个小姑娘这个说话 这就不衷听啊 我一定好好跟她说 一定好 太疯了 急坏了 也不早了 也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倒没关系 两分钟的事耗了半小时 对 说得是什么 好了 好了 谢谢啊 又好我这儿 又好我这儿 好了 谢谢你们啊 谢谢 谢谢 走了 你刚才都没看见 那个女的上来找我茬 我把她给骂了 把她给吓得了的 是谁啊 谢谢你啊 林师兄 不客气 我现在给梵姐打电话 跟她说警报解除 让她回家 林师兄 今天谢谢你啊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她都吓不来了吧 多众多久 你把她吓得了 我一样 阿迪 你又有动了